这个的话不太符合我们作为标准 首先呢看起来比较潦草 不论从动态上形状上 都不符合模特特征 这是首先的第一点 缺乏观察 然后呢画的时候 每一根线都只有一笔 如果一根线呢就能画准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个线没有画准 你看这个尖头的形状 都不符合这个模特的这个尖头的形状 它的形状明明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画成这个样子 它就完全不符合这个特征 完全不一样 那么就说明没有观察 这个需要重新画一下 具体看一下这个作业标准 而且呢在这个标准上面 它也有示范 这个标准呢也是有这个视频的 看一下老师怎么画的 画的时候 怎么样去找到这个胸腔的形状 反复的调整 校准 让这个胸腔形状更加合适合理 我画的时候都没有说是 这样就把这个胸腔给画完了 对不对 这样画是完全不可以的 这不准确 没有观察 没有思考的这个过程 画出来的这个东西 它就没有太大意义 这些东西它是体现一个观察和思考的一个过程 逐渐的去调整 最终确定这个造型 那么你像这样的一个形状 它明明是这样的一个倾斜的一个动态 它画上正的了 这没观察 这个是怎么过来的 怎么转的 在照片上找一找 看一看 通过这个人体表面去推测一下 我画这个也是 然后这个肌肉的形状 肩 胸 还有手臂 它们几块之间的关系 画的不准确都没有关系 但是呢 要照着老师的要求 照着标准来 对吧 哪怕画像这个样子 它看起来也是观察过模特的 对吧 这看起来就跟模特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作业要重新完成 这张作业的话呢 照片上面的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这个同学 你猜它的胸腔轮廓 上面身的轮廓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两边是这样的 构成这个体表造型呢 那这一块 如果说骨头在这的话 那这里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非常的明显 它的胸腔到这里才能够 把体表的轮廓 撑起来变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它的胸腔要到这 至少要到这 把猜测胸腔的时候不够 观察的不够 这个在作业的示范 标准示范里边也有讲 没有认真看是不是 胸腔的形状 胸腔形状再注意一下 别太圆了 这个太圆了一点 它是一个卵圆形 卵圆形它应该再稍微的长一点 画到女性胸腔的时候呢 那会更长 更窄 胸腔的形状要注意 这个也是 胸腔画的太小了 通过体表的这个 外轮廓去推测 胸腔的大小 然后可以根据恰前上挤 和胸腔之间的距离 去判断 同同时去判断 胸腔要画到哪里 在分析照片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思考才行 这个胸腔大机和剑三手机的这个造型 不太不太合理 这一块 它们是绕到了手臂这个圆柱的后面 在此时此刻 你要把这个关系给它交得清楚 这个手臂是撑起来的 你这个画得有点太太向下了 让它撑起来 然后胸大机的外侧面的这个轮廓 注意一下 这个行 我啥时候这么画过 胸大机的下边缘这个轮廓 画成这个样子 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在这里还有个穿插呢 它有一个侧面 这一块是腋下 那这里呢就是侧面 这手臂稍微抬起来一些 然后手臂的圆柱从这个位置穿出来 有一点往外抬的这种感觉 肩三角肌稍微有一点往后去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 这个 还有这个位置 胸大机的轮廓 肩三角肌 手臂的趋势 再多认真观察一下 你打开 你打开 我来说 我就要打开 你打开 我来说 好 你打开 你打开 我来说